这个男孩哭喊的答应主人愿意成为一匹马 只要能一天能得到一美元 虽然需要他丢弃尊严忍受剧痛 即便如此 这份工作也是他从无数竞争者手中抢下来的 他的主人是没有双腿的小少爷 老爷要带女儿去印度治病 男孩扎吉这种有智商缺陷身体强壮的人 作为他残疾儿子的马是最好的人选 这是扎吉上班的第一天 把少爷送到学校之后 扎吉就来到距离课堂不远的马厩等待 这里全是学生和老师的马和驢子休息的地方 扎吉虽然是人 但他此时的身份就如同这些牲畜一样 小少爷对扎吉有很大的不满 一是因为扎吉第一次送他就令他迟到 二是因为扎吉接受了这份工作 老爷便将他独自留在家里 小少爷把诸多不顺与不爽都算到了扎吉头上 所以他捉弄的让扎吉带他上厕所 然后在墙上用尿写下了他 赐予扎吉的心字 罗子 下学的路上 少爷要和其他学生进行比赛 他要试试自己的星座棋跑得够不够快 他一手拽着扎吉的耳朵 一手拿着棍子 口中大声地喊着 扎吉的爆发力确实很优秀 但比起耐力 他和真正的驴子就差得多了 回到家 他还要为小少爷打水 洗澡 才能从管家手中得到一美元的报酬 然后回到他下水道里的家 在不上课的日子 少爷会故意骑着扎吉到处转悠 他看着两个健康的人在玩对抗 以前他连想都不敢想 但现在他有了两条腿的马 于是两人上场 少爷爬到扎吉身上 继续发起进攻 这次他们赢了 但紧接着就出来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扎吉不停地被撞跑 然后艰难地爬起来 听同命令继续冲锋 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战胜这个对手 少爷嫌弃他 没用打算将他辞退 扎吉距离力争 但少爷态度没有改变 扎吉开始跳舞 然后装死 企图把少爷逗笑死 不过他得到的依旧是三个字 滚出去 扎吉只能信心离去 接下来的两天里 扎吉只能忍着饥饿 躲在下水道里不出去 第二天 小少爷被扎吉堵在了上学的路上 扎吉请求重新为小少爷工作 小少爷让他捡起了一块石头 拿过来 突然用力砸向他 扎吉没有让开 反而又为小少爷捡起一块石头 只要能继续工作 这些屈辱根本不算什么 小少爷来到学校 他想让同学帮忙将自己背到教室 可是没人搭理他 对于扎吉来说 这就是事好的机会 他赶紧跑了过去 然后趴下让少爷骑到自己身上 上课时 少爷是一扎吉拿五块大的石头 然后再一块块地砸向他 扎吉依旧没有躲 他得当小少爷的马 只有这样 他才能吃饱饭 下学的路上 小少爷拼命地摇着三轮车 完全不理会跟在身后的扎吉 不过很快 他就找上了扎吉 因为他的三轮车坏掉了 此时扎吉正在热闹的 集市上路不转经地盯着一个女乞丐 每次路过集市 他都会这样注视着他很久 小少爷打断了扎吉 让他捡来了一块石头 不过这次少爷没有砸他 而是把石头扔进了河里 他又重新雇佣扎吉了 扎吉很开心 背着少爷尽情地跳舞 然后躺到地上大喊 庆祝自己重新获得工作 但少爷再次将他带到了决斗场 还是那个强大的对手 扎吉还是一次次地被撞倒 但他会一次次地爬起 因为在这里丢了工作 就是丢了性命 少爷像是死命拉着缰绳一样 扯着扎吉的嘴 这次两人终于获得了圣套 少爷开心地奖励了扎吉一桶冰淇淋 扎吉看着犹豫了好久也没有下口 他快速地跑向集市 在冰淇淋化掉之前 他来到了女乞丐的身边 然后将冰淇淋递了过去 女孩接受了他 但这个行为 再次引起了小少爷的不满 少爷告诉扎吉 小乞丐是我了 但扎吉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坚持 这次不等少爷解雇他 扎吉自己离开了 不过第二天他依旧向一美元低头 少爷骑着他来到了集市 停到了小乞丐身边 然后用硬币调戏着他 扎吉生气地扔下了少爷 这次变成少爷哭着喊着去追赶扎吉 最终少爷追上了他 绊倒了他 然后爬到了扎吉的背上 再次驯服了他 少爷骑在扎吉身上 问他能不能像马一样奔跑 为了保住工作 扎吉自然说可以 于是少爷带着他去了马场 大人们骑着马在比赛 扎吉也穿梭在马群中间 防吼着奔跑 仿佛真的像一匹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马更像马 小少爷为扎吉带上了马鞍 套上了缰绳 然后将扎吉租了出去 太多人想起这种从未见过的马了 扎吉虽然很受欢迎 但是还有缺陷 因为无论他怎么跑都跑不出马的声音 于是有人提供了铁马皮 少爷把草料拉到牛棚 不过并不是喂牛的 而是为他心爱的马 扎吉一口口地吃着 他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了 就连见到他心爱的小乞丐 目光也不再停留 少爷往地上撒着一枚枚的硬币 将小乞丐带到了家里 扎吉吼着听不懂的旋律离开 留给小少爷私人空间 第二天继续工人骑程 跑着跑着 他真的要成为马了 就连脚步声也变成了马蹄声 回到牛棚 小少爷依旧会用草料喂他 并且告诉扎吉他 让管家为他买了领悟 等管家掏出来之后 是一个马头套 扎吉顺从地带了上去 从这开始 他已经不再是扎吉 而是一匹真正的马马 即使回到他下水道的家 也不会摘下头套 不久后 管家又来到了满市下水道的贫民窟 高声喊着 一群人冲了出来 至于扎吉去了哪 没人知道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 人生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 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 撕破给人看 而这部电影 我无法去定义它的地位 它是那样的荒蛮 是那样现实的 将成人世界的丑恶 放到了儿童的世界里 在这片被战火 不断洗刷的土地上 活下来的压力 远大于生命的尊严 我是蟒牛 感谢点赞关注 主页更多精彩 我们下部电影再见